郭富城暴打方圆 方圆重伤紧急入院 方圆的情人到医院照顾方圆 郭富城有带人暴打方圆的情人 现场打乱 警察到现场了 这不可能 这压根就是假新闻来的 两个人怎么可能感情不好呢 方圆又怎么会选择出轨呢 他本来就是想要做天王嫂的 难不成攀上了其他天王 咋可能 我们观众吃瓜也要理性吃瓜 不要看到新闻就觉得是真的 要带着脑子去吃瓜才行的呀 这明显就是营销号故意搞事情 也有可能是郭富城的对家故意搞出来的新闻 就为了抹黑郭富城呢 事件梳理 有网友爆出一张照片 附上文案表示郭富城发现方圆出轨一事 居然把方圆打到整个人蹲在地上抱着头 而郭富城还站着大声呵斥方圆 这事出来可就引起网友热议了呀 但事实是这张所谓的照片是合成照片来的 郭富城的确是真人 但那是他拍戏过程的角色 而蹲在地上抱头痛哭的也不是方圆 而是熊带琳和父母出街游玩蹲下来系携带的样子 被人拿两张毫无相关的照片合成到一起 编出了一个故事 有点脑子的人看到这种新闻都应该知道是假的啦 郭富城怎么可能打女人 又怎么可能当街打女人呢 会捏造这种假新闻的无非就是想要蹭热度 对于这种新闻看到反手就给一个举报 方圆和郭富城自从恋情曝光 其实就一直被网友关注着 都认为方圆和郭富城年龄差距过大 还加上郭富城的前女友是熊带琳一事 对方圆更是抱着看戏的眼光 来看他们感情何时破裂 但两人自从结婚之后就没有传出过绯闻 方圆在家里相夫叫子 还生下了两个女儿 目前还继续被孕中 而方圆和郭富城也时常低调出街逛街买东西 俨然就是一副恩爱夫妻啊 虽说两人年纪相差有点大 两人结婚也有各自的目的 但起码他们没有出现其他花边新闻啊 方圆就是老老实实做着天王嫂 郭富城也没有再跟那魔鬼混了 大家对他们就给出祝福吧 不要再觉得人家会离婚会出轨的了 02.即便是真出轨也不可能拿出来说 即便退一万步来说 方圆真的出轨了 郭富城也真的知道了 可他们也会选择私底下解决啊 哪有明星喜欢把自己的私事公开出来给网友议论的呢 更何况还是这种被戴绿帽子的事 就算她被戴绿帽子很可怜 但暴打女人也会说是她的不对啊 于情与理她都不会选择把私事公开出来 她要么是私底下直接将方圆扫地出门 要么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己也出去风流快活 做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 反正我就觉得方圆是不可能做出出轨的事情的 郭富城倒是有可能 还是对这对夫妻多一些美好的祝福吧 出轨外遇这些事还是挺少见的 不要觉得明星的感情就一定很混乱 他们也是有真爱存在的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